上回我们说到 多尔滚要南柱 前去献行厄折 即是林丹汉的儿子 前来归行 结果在多尔滚的精心部署之下 南柱果然不负所堂 只是去了三天 那边厄折已经同意归行 还特意派个士臣 跟着南柱一起来 蒙古士臣 除了捧着投行书之外 还拿了个方形的感报包袱过来 多尔滚问了 咦 你这个包袱装作是什么呀 蒙古士臣就说 我们是真心投行 刹哈尔的苏太太后 厄折台吉 敬品大金国八旗主帅 我们愿意 所以令所有的部门归顺大金 并且献上宝物 多尔滚又点一点头 请你告诉太后母子听 我们这次一定会对投行的人 私恩忧待 太后可以放心 是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太后特别向大金汉王献上一件宝物 以表归航的诚意 多尔滚呢 这个时候才仔细看下那个方形的感报包袱 他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的 这个 这个是秦汉一路到原代用来号令天下的全国玉璽 多尔滚和多尔滚听得很震惊 哎呀 想不到 那个全国玉璽自己这一道居然可以得到 多尔滚一时都不知道怎么处置好 于是呢 他就叫个蒙古士臣 将玉璽留下 又安慰了他几句 商谈好 到时候怎么样迎接归航的细节 就放回他回去 那个豪格呢 一早就带了自己的心腹 叫做何乐汇的 出城的探查情况 后来才听到说蒙古已经派士臣是投降了 那么就匆匆赶回来 一入到主军最外 就见到蒙古的士臣面带笑容的走出来 被等候在外边的南柱接走 豪格见到士臣走的时候笑眉眉的 他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 在碎像之内 多尔滚和多多两个人盯着那锦布包袱 过了一阵 多尔滚才慢慢解开包袱 那包袱摊了一看 就指见里面呢 是一个古樸精雕的紫坛木毫 他们都未来得及打过木毫 豪格已经闯进来了 多多都来不及仔细地想 下意识地一步 就跌到桌前边 用身体挡住那锦布包袱 多尔滚看一看他 觉得很奇怪 但也未出声 豪格就说 十四叔 额知他们投降 嗯 没错 请你出去巡营的时候 又刹哈尔的士臣已经到 递上了航表 还有 多多一听到 多尔滚要讲下去 就立刻截着他 说 还有 说今晚要切宴款待我们 多尔滚听他这种感觉 都觉得奇怪 看了他一眼 豪格有点思义 他说 你真是这么容易投降了吗 多多听到有点不高兴 什么叫容易 你十四叔 运用了多少胆息致谋 你还算我千军万马 还说容易 豪格被多多这样 骂了两句 忍着气 说 嗯 是 两位叔叔不要怪 日而失言 多尔滚就说 哈哈 我知道 你逼了这么久 很想打一掌 谁知这场仗未打就赢了 所以他心有点空荡荡 是吗 是啊 正是这个意思 大汉说过 打仗都是学问 所谓 能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个是汉人的一个兵法大家宣母说的 你是个勇猛的战将 不过阿玛这两句话 你都要放在心里面 要多些虐磨一下 多谢十四叔的教训 说完之后 豪格转转身就想走 他一转转身的时候 就见到多多的身后有个感报包袱 他心里觉得有些奇怪 但他亦都不出声 出去之后 立刻就对自己的心腹何乐 会说 一会儿你跟我叫那个男主来 他不肯来就抓他来 我有说话要问他 他走开之后 多耳滚 看豪格真的走了 立刻转转头 望实多多说 你干什么 遮遮掩掩掩 那是什么意思 多多就很兴奋 阿哥 还要问什么意思 这件是全国玉璽来的 我听范先生以前教我们读书的时候说 汉人历史上 谁能抢他 谁就是皇帝 汉朝有个王 又不知王什么要抢 结果太皇太后不准他 两人打架上来 连头都砍穿了 我所以说你 你读书都不认真的 谁是砍穿了他的头 搶野那个叫王王 撞穿的也不是他的头 而是当时太皇太后 看到王王进来抢全玉璽 生气他上来就把玉璽扔到地上 结果玉璽撞穿了 说 我不理那么多 总之 我只知道 谁抢他 谁就是皇帝 阿哥 现在他就在你手里头 傻子 哪有那么容易 人家献给的是大金汉王 谁有力量 谁就是大金汉王 玉璽的事 我想你一定要保密 等我们一回到沈阳 你搬出玉璽 趁他们毫无防备 狠狠地搞个翻天覆地 阿哥 到时我看你回到你那里 那里 多云滚领领头 我说 我想不是那么轻易 四哥这几年 根基扎得好稳 你便容易上天开 你以为我没脑子吗 这件事我已想过 我们兄弟 一共有三棋 都是兵强马葬的精锐部队 就算另外五棋联手 我们也有机会打赢 多云滚一听就打断 不要说 富汗的在天之灵 如果知道我们兄弟 互相之间兵庸相见 都不知多伤心 会怪我们 那富汗这样就伤心 如果他知道 我们分裂八旗自相残杀是伤心 那当年 王太帝他强占的捍卫 逼死厄良 抢走玉姐姐 那这些事他又伤不伤心 如果他伤心 为什么富汗不会怪罪他 你呢 现在全国玉姐落在你手里面 这个天意就是富汗赐给你的 你应该拿着他 抢回原来应该属于你的东西 这番说话 真是广动了多云滚的心 尤其他想到 当年大玉宜是怎样屈欲 夹肯离开自己 要嫁给王太帝 哎呀 他的心就赤赤赤赤的痛 多多干脆解了他的包袱 将子坛木盒捧到眼前说 哦 看一下玉宜中就行 多云滚犹如一阵 他终于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慢慢地打开盒盖 揭开盒盖 多云滚突然间 揭开盒盒盖 他的神情既痛苦又矛盾 多多一见到他好火滚了 阿哥 你不是忘记了富汗厄良和玉姐姐吗 你不是被王太帝振一下厄一下 他妈就忘记了和他不共大天的仇恨瓜 多云滚的神情非常痛苦 他双手握着木盒 好像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过了一阵 他突然间举个木盒 啪的声音一啪 啪回到桌上 发出了一声沉悶的巨响 两兄弟的这番争取 他们都不知道 躲在外面 那个豪家的心腹何乐会 隐隐约约都听了七八情去 何乐会听到心里暗暗偷笑 即刻转头 就向着豪家的刑章直奔而去 这个时候 在沈阳的议政书房里面 王太就做了批阅奏章 突然间 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 原来兵部统领贝勒岳托来到 岳托就带着何乐会进了书房 岳托他满面兴奋 何乐会就风尘驳驳 两个人走过来就站在一边 岳托就说 和大汉道起 刚才兵部收到刹哈尔的捷报 王太就一听就很高兴了 是吗 是真的 这么快就有节报传来 是啊 除了多尔满的书面布节 还有专猜前来周报 何乐会这个时候又行了一次例 他说 他接他们 哎呀好高兴啊 即刻吩咐恶托 准备大师迎接 凯旋的大军 何乐会跟着神情有些诡弊 他说 启咐大汗 除了这件事 豪格贝勒还另外有一封书信 叫我当面密情大汗 王太就很意外 哦 还有什么事啊 信上都说得很明白 何乐会取出那封贴身收到的书信 去恭恭敬敬地呈上 王太就一边看信一边说 莫托 你带何乐会去兵部 打上五百两银给他 你们先出去吧 他们两个人出了去 王太就仔细地看过那封信 看下看下 哎呀 他什么的面色都变了 豪格贝勒说 这一次献行成功之后 他见到个蒙古士臣 拿了个錦盒过来 交给多尔滚 多尔滚和多多两个人 鬼鬼祟祟地把錦盒收起来 自己没办法 打听清楚里面是什么 但是 这里父老相传 说元代灭亡的时候 当时最后一个皇帝 元顺帝 曾经带着 汉朝历代的全国玉璽 向北逃亡 结果在二百多年之后 占转留在林丹汉的手里面 压折 恐怕献出的就是这件宝物 但多尔滚和多多的秘密 收起来这件宝物 不敢拿给自己看 恐怕他两个人包藏异心 要拿这件全国玉璽来造反 希望阿爹千万要预先布置好 以防万一 如果不是恐防有变 王太極越看的心越火滚 看到最后 他将封信插一够 藏在手心里头 匆匆忙忙地 就要走出去找岳托 他出门的时候 刚刚好 就碰到大玉璽的贴身侍皮 是苏末尔 苏末尔和他打个招呼 大汉吉祥 怎知王太極 微微点了点头 就匆匆而去 苏末尔走入屋 看起王太極的背影 很好奇地 嘎嘎嘎 不知大汉干什么事 刚才听说 他接到十四爷 传回来的哲宝 还很高兴 现在又面色阴沉 走出去 哎呀 他的面子好得人害怕 大玉璽一听 他心一动 他仔细地想想 难道多耳滚 他们有什么事 不行 我们要明天出去看看才行 第二人 在郊野的树林边 大玉璽和苏末尔 两人 就骑马着城外跑去 他们很想看 第二天多耳滚 回来那条路 大家准备如何迎接他 怎知 他们一出到郊外 就看到 那个兵部贝勒 岳托 在指挥霜王旗的部队 警戒报防 苏末尔一见都很兴奋 哎呀 嘉嘉你看看 他们在预备亲迎大典 看来十四爷很快就会回来 大玉璽仔细地看看 他见到岳托的神情既警戒又凝重 就觉得有些 不是很对头 苏末尔就说 哎 我真希望 十四爷回来那天 都是这么好天气 大玉璽就说 我反而觉得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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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末尔听到也觉得奇怪 是吗 为什么这么戒避心严呢 岳托这个时候 整个四出这样 指示士兵在周围报仿 突然转转头 看到大玉儿和苏末尔 马上拆码向这边跑过来 一队士兵也快速跟上 围住那两个 苏末尔和大玉儿 一看到这样的阵势大吓一惊 苏末尔大声喊 喂 是大汉的侄伏俊在这里 你们不得无礼 岳托一见都是大玉儿 这样才松了一口气 落马上前行走的礼说 原来侄伏俊 请示岳托无礼 大玉儿就说 不关事岳托贝勒 我只不过觉得这一排天气几好 所以才出来散心 哎呀 是不是我误藏了什么军事重地呢 哦 那当然没有了 不如我亲自护送侄伏俊回宫 哎呀 那就不用努烦你了 你在这里也很多事做的嘛 我们现在走了 我然后说完之后 大玉儿和苏末尔两个呢 就立刻跑回方 大玉儿一边走 一边就看到两边的树林 一队队队队队уда进进出出 蘇美爾的神色不高興 看他們這樣的樣子 哪裏搞什麼大典 反而好像行為打獵一樣 我最討厭看到那些場面 趕呀趕呀 將野獸趕到角落頭 一箭再射死他 真是不舒服 搞到我自己都好像那隻野獸一樣 大玉兒在尋思著說 嚴鎮以待 埋下伏兵 究竟為了什麼呢 真是為了打野手 還是為了打人 當晚 大玉兒想去哲哲那裏坐下 剛剛好王太極也在 他在哲哲的亂角裏頭 背著雙手來回度布在尋思 自自見到搖搖頭就說 玉兒啊 你說大學這幾日 是不是有點奇怪啊 王太極聽到面向笑一笑 沒有啊 我有什麼奇怪啊 以前呢 無論多麼艱難的事 都沒見過你這麼吵吵的 大玉兒也說 大玉兒也說 就是啊 那次阿敏貝勒屠城 大漢呢 也都是這樣 又生氣又生煩的樣子 不過這次啊 還好像多了幾分傷痛 和灰心 黃太極聽到牽一牽嘴角 好像很想笑一下 但真的笑不出 折折就說 人人都寬天起地 等著我們大軍礙選 大漢啊 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尤其是多爾滾啊 他立了這麼大功勞 那真是你的好幫手啊 多爾滾 唉 我落了很多心機 恐怕 恐怕都會白費咯 說到這裏 黃太極的心情真是非常煩悶 他站起來就忽袖而去 折折和大玉兒兩個聽到都面面相去 兩個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折折就說 哎呀 大漢在說誰啊 難道他又說多爾滾 多爾滾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大玉兒聽到折折都這麼說 他心就更加不安樂了 他向折折告辭之後 跟著呢 和蘇末爾兩個人 就回到自己的寢宮裡面 究竟什麼事 究竟什麼事呢 大玉兒整晚都睡不著 蘇末爾勸她說 格格啊 有什麼事呢 都是要休息好才行的 你只是這樣想都想不到的 大玉兒又想一想 看看四面沒有人了 才拉著蘇末爾說 蘇末爾啊 我記得小時候呢 我記得小時候呢 在科爾森 聽老人說的一個故事 蘇末爾說 有一件全國玉璽的 但是這個故事 我又不是記得很清楚 你記不記得呢 蘇末爾就說 全國玉璽 咦 哦 這個故事啊 我們聽過很多次了 說當時元朝滅亡了之後 那個元順帝啊 就帶著玉璽逃回來蒙古 從此下落不明 在兩百幾年前 有一個牧羊人 在草原放羊 其中一個羊呢 三天都不吃草 只是用羊蹄 慢慢刨泥土 牧羊人就覺得很好奇了 就在那裡 向下面一挖 咦 就發現了一個全國玉璽了 於是後來 他就將這個玉璽 券了給他們部落的首領 後來聽說 那個首領又將那個玉璽 獻了給賊哈爾的林丹漢 都不知道這個故事是真還是假的 但又一驚 哎呀 賊哈爾 林丹漢 那這一次 多爾軍會不會在賊哈爾的手裡 拿著這個傳說中的全國玉璽呢 但是 又沒有聽說過 如果真的有一件這樣的大事 不可能一些傳聞消息都沒有 好賊哈爾 宋末爾想了想就說 嘿呀 其實幸好那隻羊 這樣才使我記住這個故事 咦 格格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全國玉璽呢 我覺得這幾天 大漢和岳托他們都很奇怪 這些事情 肯定 遇受著有什麼大事要發生 我又覺得心驚玉條 好看多爾軍擔心 但是 我都說不知他擔心什麼 究竟他什麼事呢 我覺得很多事都想不明白 偏偏又沒有辦法將他們串在一起 哎呀 那怎麼辦 怎麼辦呢 兩個人一邊說 一邊聊天 快點 大玉兒心不在然地 走一頭 走到西方 ——eted 大玉兒停了一下 情不自誇地向去西面走過 蘇木23是馬上提醒 歌歌 cloth家 Pride quatre 有了 那邊是西院 哎呀 真是 我只想說 都忘記了 Tanke representative 引引欲欲 聽到西院季太妃那邊 全是两个丫头的争吵声 大玉儿很好奇地问 咦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桑玉子就说 哦 是有两个宫女 一个叫阿布 一个叫阿琴 阿布就说 琴儿偷了她的金戒指 怎么知道琴又不认 两个丫头又吵架又打架 打了几日了 打了几日 拆哈尔 全国玉璽 多意滚 大汉那个样子 大玉儿呢 将这些事情仔细地想想想 哎呀 她暂时间 整个心都跳了跳 糟 各位 那究竟大玉儿想到什么呢 明天再说